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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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 就像他在福平老師說的那樣 改變了中國 改變了世界 也改變了許多許多人的人生軌跡 也包括我在內 其中有幾個小故事 可以說決定了我從此以後 正知道我的選擇 今天我想講其中的一個故事 1989年我還在讀高中 但是因為我校長的話說 我這個平常拒絕 具體活動的自由散漫的分子 已經成了一個一遇到反革命事件 就興奮異常 上傳下跳的中學生女秀 有一個週末我從學校回家 在家庭聚會上 我發表了一篇宏論 熱氣洋溢的舞吹 我在學校和街頭所見所聞 激動人心的經歷 以及中國看上去充滿希望 無比美好的階級 這時候我爺爺一個自從1949年 就收拾雄心沉默不予 不論國事的江輝瑋軍官 突然開口說 你呀 你根本不知道中國共產黨 可以幹出多麼可怕的事情來 這是我記憶裡 他唯一一次評論政治 回過幾個星期 6月4日凌晨 我聽到天安門開槍的消息 宛如青天 我很震驚 就像當時許許多人都很震驚一樣 我們震驚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料到 中國人民解放軍 會不用像瓶子彈 而用真槍死彈 來對付我們這些人民 可是為什麼不會呢 所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向人民開槍 屠殺中國人民的事件 在這之前不是已經發生過 成百上千次了嗎 只不過我們當中的一部分人已經遺忘 一部分人還不自欺 可是我爺爺自欺 他遇見到了天安門大屠殺 因為他早就已經目睹了 更暴烈更鴻烈的屠殺 天安門屠殺 並不是中共犯下最慘暴的罪行 甚至文化大革命 也還不是中共最血腥的罪行 中國共產黨犯下了太多 太多令人髮子的罪行 太多太多遠勝於此的罪行 只不過我們已經遺忘 或者善不知情 如果我們當初知道這些罪行 事情會不會有新的走向 如果我們在1989年 已經對中共的黑暗歷史和本質 具備更清晰深刻的了解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設計出更有效的戰略和戰術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做出更明智的抉擇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過去 無法修正過去 也無法否定過去 但我們可以從中學到教訓 我因為1989年的這段經歷 開始學習歷史 開始跳出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關 痴迷於研究中華民國史 也是從這一刻起 我認識到 對歷史真相的自由獲取 不僅僅建於六四真相的獲取 而是對所有歷史真相的自由獲取 是政治文明的先決條件 此面六四真相 直面六四真相 毫無疑問 是中國走向政治文明的 無可迴避的一步 可是27年過去了 我們一個個已經被 給世界魔力的面目全非 1989年還是原樣原意 六四仍然是一個禁區 不能被提及 不能被記起 今天的年輕一代 對天安門屠殺幾乎一無所知 就好比當年我們八九一代 對中共正早的累累罪行幾乎一無所知一樣 這都是因為中共無時無刻 不穷定它所有的力量 來掩蓋和圖形歷史真相 然而我們需要真相 我們需要一個說法 我們需要一個解決方案 問題是誰來開啟這一切呢 1989年的悲劇已經教育了我們 中共是永遠不會主動跨出邁向真相 與和解的一步 必須是由我們來引領這一切 必須是由我們來採取行動 我們的主婦們被經歷了戰爭 激光和迫害 他們重活了下來 並且保存了他們那個時代的真相 現在該是我們的職責來掩蓋真相和傳播真相 有時問題的解決 以及所有其他類似問題的解決 必須從真相的自由獲取開始 從歷史真相的自由獲取開始 從歷史真相的自由獲取開始 從歷史真相的傳播開始 從你我開始 從當下開始 從現在開始 這就是我今天下午說的話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